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木窗框是怎样做的 因为疫情期间,变成了这个窗框都波折重重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是这样的,话说这个学校的装修工程 就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候去进行 所以导致很多方面都很紧张 例如人手,人手又紧张,很多都开不了工 另外材料,材料因为你始终香港封了关 那你的材料不能下来,也都是需要停工 另外个人的防疫,防疫措施各方面都很紧张 那这个挑战,相信是香港人,又或者我入行以来这么久 都前所未有都没见过这些情况 那进回正题先 做这些木的窗框其实就不是太复杂 那这个只是一个其中一个的做法 因为做这些窗框有很多种做法 那我这个做法就是在底顶那里 拖了条坑 那到时这条坑就是被玻璃插下去用的 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做这些框,斗木那些东西 就是门框,木框 尤其是这些框就一定要是 尺寸要很准 以及要一个四方形 这个窗框是四方形 那一定要是对角 是的,那不要歪来歪斜 那如果歪来歪斜,这个框变了你的玻璃 你就要割到歪来歪斜去就回那个框 是的,玻璃你都知道啦 四方方一个方形的,是对角的 那如果你是对角的,那你割玻璃就相对就轻松很多 简单很多 还有你做这些窗框 就一定要度玻璃那时候就要很准 尺寸就一定要很准 是的,因为你要预好玻璃,预玻璃之间 是留几多框 那几件玻璃合在一起 那你预松是要预留几多的空间在里面 那这个也是一个学问来的 那现在大家看到框的底部 那现在就是拖了一条坑 那到时 玻璃到了,就会插一件玻璃下去的啦 那又说一下这个木框啦 这个木框就 本经呢,我们就不是买这一个size的 那奈何始终都是那些物料是紧张 那变了,我们到最后都买了另外一种物料 再做一点点工序 那这样 臭拼而成啦,可以这么说 左踏右踏左 这样,就没有理想中那么好做啦 可以这么说,但是最终都是 给我们解决了这个物料的问题 另外这个框呢 它本身买回来就没有有的 是的,纯粹是一条木来的 所以你安装好了这个框呢 接着呢 就要进行下一个工序啦 那就是 将这个框去游回那些叫做清漆 我们叫做溺架啦 游回几枕溺架 等它看下去就光鲜一点 还有立立亮啦 那很快呢,我们就钉好了木框啦 那下一个工序呢就是 去量度那几件 几件的玻璃啦 是的 玻璃铺的嘛 就跟我们说啦 你这几件玻璃 就因为疫情期间啦 所以呢 如果由今天起定呢 你起码要等半个月 又或者20天 才可以来得到 香港 那都没办法啦 那你始终大围的情况都是这样 加上又封了关又没材料 好在校长那边就 亦都是很体谅 是的 亦都很明白事理的 那变了 都是要等啦 是的 相信大家 就是做这一行的师傅 都知道的啦 早排啦 那真是 很紧张的 那些材料 那十几日后 那些玻璃终于到了地盘啦 至于这些玻璃是用车运下来啦 还是用船运下来呢 那这个就无从稽考啦 那又简单地讲讲那些玻璃是怎样啦 那这些玻璃就是强化玻璃来的 那我今次订这些就是三分后的强化玻璃啦 那有机会呢 我都想讲下强化玻璃和普通玻璃的分别在哪里 那在等玻璃的期间呢 我们就把长生的那些油漆就已经做起了啦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在油漆这方面的呢 可以看回我之前这一条片 那在这一条片里面就讲了 用油数去油漆啦 和油漆去油漆的分别在哪里的 好了那我们就很快就把那些玻璃就上了个窗框那里啦 那大家都看到啦 那总共就有四件玻璃的 那都上去了啦 那现在呢就是差个玻璃与玻璃之间啦 那我这条片就接近尾声啦 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指定动作 如果有话说的呢 就在下面留言啦 那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